大家好,欢迎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古海飞扬 那么今天台北股市基本上在520的就职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今天大家看到今天好像开盘之后怎么卖鸭好像比较重 那可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卖鸭偏重在所谓的金融族群 那我们的看法 基本上如果我们先不去解读为什么会在今天卖鸭重 我们先去讲在今天之前 我在这边跟贵分析过,跟贵先预告过 接下来的行情,那基本上就是偏震荡整理回撤支撑的格局 对不对,为什么?我说了重点是在贵买指数嘛 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听我节目 你有看我节目的,我有先提醒你 从上周五的一个贵买指数重新收复季线之后 接下来这几天开始要怎么样? 要去观察贵买指数能不能够在回撤在震荡的格局之下 能不能够站稳所谓的一个它好不容易收复的季线嘛 既然它是要震荡收准备测试看看能不能站稳季线 那就代表什么?代表其实你行情在这个地方出现震荡 拉回震荡整理,其实不就是我跟你讲的合理的一个正规走法吗? 好,这一点你先知道了 既然这样的话,其实震荡整理拉回来修正等等 似乎就不用太过担心了 你就不用联想太多 再会拉回到盘面来看 今天的卖压 主要还是在金融族群的卖压比较重 那反倒是科技股等等它卖压并没有那么重 那当然或许有人会有人是这样解读 有人是认为还是跟所谓的一个520就职演说的内容上面 可能在两岸关系上面 或许还是有一派比较敏感的资金可能会先暂时先撤离等等 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基本上我还是觉得 如果这个东西扯到了政治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更不用担心了 就是我所谓的就是 你说发生战争的国际 你看国际发生俄乌战争 发生以色列攻打这个报复 这个所谓的一个恐怖攻击 那伊朗也来做一个发射飞弹 来做一个攻打这个以色列 这一类最近近期发生这些所谓国际战事 那其实都造成一个什么 股市的拉回的转折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说这种政治国际的这些军事的行动 等等说如果造成的拉回 它其实会是买点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如果市场今天硬要把今天的一个卖压 可能集中在金融等等的一个 这个解读认为是所谓的520的就职演说 内容两样关系 没有获得更进一步的改善的话 那我觉得其他如果这样拉回 那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早买点 你这样看解读那请问你 那还有什么 那请问有什么好担心的 如果你要这样解读 它也应该是早买点 那你用我跟你讲的好几天前 我就先提醒你了 接下来会先震荡测试 贵买指数要测试支撑 那这样拉回基本上也是应该 你可以偏向于找寻个股的机会 所以现在的拉回简而言之 你就是应该找机会 而且而且是什么 你说老师真的是这样子吗 会不会太乐观 其实我说我们做操作 其实我们自己最怕就是什么 你太主观 我们自己最怕就是一个操盘人 一个交易员 你不能太主观 你不能凭你自己的盘感 感觉去觉得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怎么样 我昨天就告诉各位了 现就段行情 面对现就段行情 你有没有给他一些条件 对不对 我说条件是什么 条件就是你贵买指数 你要站稳继线支撑 才能够寻求他再一次起涨 那再一次起涨的话 整个中小型标的就活蹦乱跳了 市场的追价的投机的气氛 都来了嘛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是在此之前 你要给贵买指数这边 反复测试机会时间嘛 所以那个条件摆了一个地方 那就看他过程中 他怎么测 怎么测支撑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们的操作 你千万要有这种一个 你要给他一个条件 你要知道你在看什么 你在观察什么 你在等待什么 你就不会是一个 非常主观的一个分析判断 所以我才讲说 今天旁边有些人在解读 就说好像是 这个卖押应该是这个 520就职讲演说如何如何的 其实就是 这个就是有一点偏主观的看法了 所以我说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你们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说了 就算是这样子造成的卖押 其实也应该占买方 对不对 因为你政治层面的 你这军事层面的 国际的军事层面的利空等等 都是站在买方的 那种拉回都是站买方的 所以不管你怎么解读 这个行情 它就是应该站买方 那你说老师 那会不会说 拉回的幅度太大 或者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或者怎么样 我说你看成交量 来你再去看一件事 一个讯号叫成交量 如果这个拉回的过程中 这量一直放大 那我跟你讲 你要小心啊 拉回过程中量却放大 那就要担心小心害怕 可是问题是你会发现 最近的行情之所以它在这边震荡 上去又打回来 上去又打回来 为什么 因为成交量没有出来 然后在今天真的压回过程中 成交量预估整体成交量 它还是放不大 所以在小量格局之下 它就会符合了什么 我这几天我一直跟各位讲的 它要回撤支撑 所以贵买在回撤支撑过程中 搭配小量 它是健康的 所以这个小量就呼应了 我告诉各位的 其实这个行情就如我们所规划 就先看贵买怎么去测试季线的支撑 如果站上站稳之后 那就会再向上攻 那再一补量呢 量缩之后再一补量 那新一阶段的攻势又展开了 所以目前为止都完全完全符合 我们的行情规划 好 那在这种的一个条件之下 背景之下 个股的操作呢 所以拉回到个股操作 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的标的 又几乎要两天两根涨停 专人通知很棒 专人通知它雇到了 每一个 每一个成员 我说我们会 我说我要设置这个专人通知 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全市场 没有一个同业 没有一个同业 他们有人在像我这样做的 所谓的真正的专人通知 什么叫真正的专人通知 真正的专人通知就是 我们真的是有让客户有专属的小秘书 在带着他 帮他做全方位规划 那这个过程中 当然所有的一个操作的 一个下达指令 还是由我这边开 由我这边下达 但是呢 我们会所有的小秘书 会针对他每一个客户 他所持有的资金 还有他的一个 做一个全方位的帮助 一个规划 那甚至有些客户 他可能是询问了他自己的一些 可能他有去买一些ETF 做中长线的一个投资规划 甚至有些客户 他可能对于债券市场 他可能对于一些基金 他有些想法 一些一个疑问 他都可以双向的互动 所以我说 在我这边的专人通知 为什么全市场没有人敢设定 设置这专人通知 带客户的操作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说专人通知很简单吗 我反正我就请 我就是通知客户 一对一的通知客户就好了 对呀 听起来好像是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真的不是这样子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你看为什么这么多的投雇业 这么多的同业 没有人敢做专人通知 就算做了也是事不相 要做不做 要做不做的 敢做不敢做的 然后为什么 你有发现 如果你曾经有 有报名过某些投雇 然后他感觉好像是有点雷同 像我们专人通知这种服务的 你会发现 最后你会发现 你回播啊 你要找人啊 找不到耶 什么双向没这回事啊 什么专人通知 没这回事 都是假的 有没有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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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相 想要专人通知 又做不来 为什么 你知道吗 然后你 你之后你去找 回播电话 想要找人服务的 找人 找不到 对不对 要不就是刻意逃避 不敢跟你接你电话 为什么 我已经讲过了 我已经讲过了 能够做专人通知 真正的专人通知 一对一的小秘书 服务你全方位的服务的 能够像我们这样做的 真的没有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所有人曾经想做 做不来 做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 就是我讲的 你到底 有没有给客户 绩效 而且那个绩效 跟节目中所讲的 是要一致的 节目中所讲的做法 我就是带你买转折 然后呢 拉高上去 我会带你获利下车 买跟卖 都很 都如节目中所讲 一模一样 而且真的就是买转折 这件事情 有没有做得到 然后客户真的 有没有拿到 获利绩效 客户真的有拿到 而且真的 真的带你操作的内容 跟节目中所讲一样 就是买转折的股票 真的赚到钱 那你说 客户会有什么 常常打电话来 打电话回来 抱怨啦 argue啦 或者是谩骂啦 等等的吗 绝对不会有 绝对不会有 对不对 那请问你会发生什么 打电话回到公司 然后公司原本服务你的人 不见了 找不到人吗 绝对不会有 所以我说 我们的专人通知 跟客户建立在一个互信 而且我们节目中所讲的就是 人与人的合作 能够长久 建立在一个诚信的 诚这个上面 这个字上面 我节目中所讲 一切做法 会实现在我专人通知的 所有客户身上 没有做的标的 我不会讲 有做的事情 我们才讲 而且重点是 每一件事情 我们真实的是 带着专人通知的客户 怎么样 买在个股的转折位置 大家先买好 然后真的转折上去赚钱 节目中所讲一切 就是跟客户带着操作的一切内容 是一模一样 建立在成 这个字上面 然后客户真的赚到钱 所以我说了 我们这边常常有发生 就是客户有寄什么东西过来 寄水果 甚至 甚至沉浸 还有人寄 一大颗两大颗的 那个大的西瓜来 那问题是 公司 公司要怎么处理 这个大西瓜 对不对 所以很有趣 就是常常发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 可是我觉得 它是一种 一种我们在带客户的时候 觉得哇 这个是很有趣的 而且是觉得 就是我跟各位分享过的 我的心境 不是说我好高兴 收到礼物 不是 是客户 他的回馈是什么 代表什么 我做的客户 觉得我们够不够 我们做的好不好 客户喜不喜欢我们 满不满意我们 认不认同我们 相不相信我们 我们得到这些的回馈 feedback 各位 那是一种 内心 内心就会有一种 一种觉得 我做这个事业 我这样做 我真的帮到很多人 我觉得很开心 内心是一种 我的内心是一种满足 那个满足不是来自于说 你送我什么 你送我什么 不是 是 你们给我的feedback 我看到了 那我知道 我这样做 我要继续做下去 我这样做是对的 我这样做 真的得到大家 看得到我们的用心 所以大家 因为用不用心 大家一看就知道 为什么 我今天带你买一档标的 你就看 买在什么位置 你就知道 我们有没有在用心 带你们操作 专人通知 就是最直接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 直接对的每一个客户 我的目标目的很简单 我要让每一个 信任我的客户 听众朋友也好 观众朋友也好 你既然来了 选择我了 我绝对不让你失望 我要顾到每一位 哪怕你说 老师我资金真的 真的不多 我无所谓 从中到尾 你有没有听我说 你资金不够的 不准来专人通知 你怎么样的 不准来专人通知 你有没有听我讲这句话 从来没有 我有没有限定 任何一个条件 说你因为要符合什么条件 你才能来专人通知 你听我节目 有没有这样讲过 从来没有 等于是完全 几乎是无条件的 大家都可以来专人通知 只要你希望得到 我们一对一的 完全的 有人完全的 针对你 帮助你的 那种完全的 完整性的规划的 那你都可以来专人通知 专人通知 当然最主轴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 我会带你操作 小秘书带着你 电话通知也好 LINE通知都可以 通知你 然后买股票 买在哪里 买在如果 我节目中所讲一模一样 买在个股的转折位置 这一点一定要确定 一定要让你知道 确定是这么回事 你不用担心 然后呢 拉高转折上去之后 我们一样 小秘书带通知 你在什么地方 我们在怎么样价位 一定要通知到你 让你得到通知 获利卖出了 所以它不再是 你们过去 你们可能就要接收文字 简讯 冷冰冰的 对不对 然后有什么疑问 也没有办法玩 马上回 马上回拨电话 找谁服务都没有人理你 我们不要那种冷冰冰的东西 我要让你赚钱 我要让你感受到 我们针对每一个客户 我们是有帮你 我们有替你想 替你规划的 那甚至第二个部分 你自己有什么操作的一个 寻求帮忙解决 比如说你自己的持股 有什么疑难杂症 你想要针对ETF 你想要针对基金 你想要针对债券 你想要认为国际商品 你有兴趣 想进一步了解的 都可以双向的 回个电话 跟小秘书 我们做一个互动 那小秘书如果说 这太专业的 没办法回答你 丢给我 我都会一个一个的 给他做一个回复 所以他这是一个 由我从上到下 小秘书在分派出去 分发出去 针对每一个客户的 一堆的双向服务 那你说他是不是 费用很高昂 你不用想这种问题 不会 我已经讲过了 不会 如果有针对这种问题的话 我当初就会跟你说 设定条件了嘛 但是我从来没有设定条件 我只有讲什么 我只有说 你第一次干报名的 专人通知的 我说我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低的门槛 让你加入专人通知 为什么 因为我讲了 如果我说我们门槛很高 让你很难加入 然后你要费用很高 很抱歉 根本你没几个人能加入 那没有人加入 我要怎么专人通知啊 我要通知谁啊 对不对 你就算你有再大的本事 可以带人家赚钱 问题是你没有人 你要通知谁啊 所以我说过了 我跟公司过 公司也都了解我的做事的方式 我让人先进来 轻松进来 来了才能通知人嘛 来了 小秘书专人通知 然后赚钱了 那时间 我们把眼光放远嘛 做事业是这样子嘛 人累积多了 大家都开心了 都赚钱了 请问这些赚钱的客户 专人通知的客户 会不会一个一个 我很乐意的 我跟你续约 我跟你做生意 继续做下去 合作就下去 会不会 你懂吗 所以我做事情的方式就这样 这是我的事业 我要让我的客户满意 我要一个一的照顾到全方位 所以我让你们满意 我让你们自己 未来跟我们长期做合作 这是我做事情的方式 所以你看 所有的专人通知 一档一档这样做 你看近期 8096的秦亚 你自己看画面 各位没有加赖的 赶快加赖 加赖之后 点选影音 解盘影音 来看一下化解盘画面 你待会有空的时候随时随地 加赖之后 点选解盘影音 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解盘的画面 录影画面 会有告诉你 我们做哪一档标的 买的位置在哪里 你专人通知 你在哪里得到通知 去买进 然后赚到钱 8096秦亚 这里买的人 是不是转折位置 你自己看图表 买完之后 上去是不是赚钱 每一档专人通知 一百万操作的话 我就方便计算 一档股票 你在转折位置 我通知你 去买一百万就好 一百万下去 是不是都可以赚六位数 一二十万 二三十万 五六十万 一档股票 一百万下去 都可以赚什么 赚到六位数的获利 这六位数获利 可能一二十万 可能三五十万 可能六七十万 不等 那看每一档标的 秦亚之后 我说2476的巨响 我们看看画面 在这边 一样 这里买 这里是不是转折位置 买完之后上去了 这样多少 一百万可以赚多少 是不是转折买 赚多少 二十八万 你自己看图表 买转折 是不是可以赚钱 一百万就好 就赚二十八万 然后再来 能率 能率也是一样 两天两根涨停板 再创高 从这里买进之后 上去二十几块 拉到四十几块 二十几 拉到四十几 现在拉上来之后 你才听到很多人 在跟你市场 最近这几天 你开始听到有人跟你讲 能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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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我们在通知 专人通知的时候 谁在提市场股票 没有半个人 可是你看事后证明 我们又对了 对不对 一百万赚多少 五十三万 快不快 有没有 一百万买下去 赚五十三万 两百万赚一百零六万 一档股票专人通知 还有呢 能率之后呢 零通 对不对 是不是这转折买 买完之后 涨停涨停创高 涨停涨停 今天再创高 涨停涨停 今天再创高 我一百万 客户买一百万 今天可以赚三十三万 两百万 今天可以赚六十六万 所以你看哦 专人通知 因为他买转折 你一百万下去买转折的股票 你是不是轻轻松 每一档标的都有六位数以上获利 对不对 那这样操作 你说客户去菜市场逛一逛 寄一箱水果过来 其实客户对他来说 他觉得没什么 可是对我来说 我得到什么 一个feedback 我看到是客户给我的支持满意 不是你寄什么水果过来 你懂吗 你不要寄水果 你一通电话回来 我都很开心 这是代表什么 代表我说 我不要 我的客户跟我之间 好像是存在一个冷冰冰的合约 我们是合约关系 所以你带我做 我跟你的做这样子 我不要 我要是 我们变成一种邻居 我们一种朋友 你有什么问题 疑难杂症 你想要跟你聊天 打电话回来 找小秘书 小秘书也可以跟你闲聊 都可以 那该操作的时候 赶快通知 对不对 买转折 该获利下车 那你说你开心的时候 你寄个西瓜水果 什么 寄个粽子 都无所谓 其实不用寄了 我们感受得到你们的feedback 但重点是什么 我们是好朋友 好邻居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我设置专人通知 就是希望有一天 我们做到这样子 那现在证明了 我们真的成功了 那我们会继续这样做下去 好 我们会继续这样做下去 因为我说过 人与人的 人与人的能够合作 就是建立在诚信 诚这个字上面 所以我节目中所讲的一切 它是真实的 发生在我们的客户上面 没做的是 我一个之后 我不会乱讲 不会乱提 我只讲我们做的 我们拿到真实的获利 真实的绩效 昨天 你看再来呢 6月25的广运 昨天拉涨停 我有没有给你报告 对不对 一个涨停就赚10万了 对不对 100万就赚10万了 今天的广运呢 早上你看冲高 又几乎再喷涨停板 几乎要两天两根的广运 你看 这都是我专人通知的股票 一档一档的这样做 你就来之后 就轻松的一档一档这样跟 一档一档这样做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问题 好 让一切操作变简单 专人通知 跟着小秘书一对一的双向操作 好不好 有什么疑问暗杂症 你先你先拨电话来 想要细节做了解 然后给你最大最低门槛的优惠 先加入专人通知 轻松加入之后 我们就开始先操作再说 好不好 时间的关系 拨电话咯 明天再见 拜拜 再次补投资风险